对于联合国食品发点委员会 通过瘦油金最高残留量的国际标准 马尼九总统今天表示肯定 并强调这个结果证明 过去四个月政府推动开放瘦油金美牛的政策是正确的 而民进党主席苏信昌表示 同意台湾依循国际标准 不过对于政府易改现前否定Codex态度也提出批评 联合国食品发点委员会 以69票对67票通过莱克多巴胺最高残留量标准草案 这个结果似乎也替在立法院僵持不下的美牛案解套 相信这对于中华民国来讲是一个正面的讯息 也证明过去四个月政府坚持是正确的 促使中华民国跟美国在提法之下的协商 能够尽快地恢复 让我们创造足够的条件 继续跟美方就刷通经贸改善来协商 马英九正面看待联合国食品发点委员会的决议 不过对照先前政府质疑该会议政治性质大于科学的态度 被民进党批评立场反复 从这件事情可以证明 本来就可以把这一件有关瘦肉精含量的问题 等联合国Codex做出决议后 再来进行 马政府却一意孤行 非得在研会中来强行通过 甚至于要以党义压迫民意 虽然联合国食品发点委员会 做出放宽瘦肉精含量的决议 不过接下来要召开的立法院临时会 还有NCC等案 朝野尚未取得共识 临时会是否还会再上演朝野激烈对决 各界关注 新唐人的电视曾经交李军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道